所以大家其實都會覺得說 保肝保肝很重要嘛 對不對 有一個人力銀行調查就發現 有六成的上班族 可能會買一些保肝丸 這樣的保健食品 而且可能買了這些保健食品之後 越買越多 你可能覺得依賴有效 一年可能會服用 將近六百萬顆的養肝產品喔 這裡面包含了紅哥啦 對 而且可能買了這些保健食品之後 越買越多 你可能覺得依賴有效 一年可能會服用 將近六百萬顆的養肝產品喔 這裡面包含了紅哥啦 什麼湧肝丸 對啊 剝刮丸 解讀丸都有啊 通常我們去那個 賣健康食品的地方 他們就跟我們推薦或者藥房 都是檢驗合格的 這個是很好的 這個對肝有什麼功用 那尤其藥劑師推薦 我們更會相信了 那馬姐都吃什麼樣的保肝 就是他就是補肝的嘛 都是一罐一罐的 對 就一罐 他就說補肝的 然後呢 或者是維他命B 但是通通都講補肝的啦 那因為藥劑師推薦 他說這個吃得很好 可以怎樣... 然後班會少什麼... 那我們就更想要... 班會少... 講到班見智啦 班會少 妳現在算那個 乾班跟乾煤官 妳可以去拆他招牌耶 對啊 我現在才知道 不知道花了多少錢啊 其實... 起雄開始就有笑公大台啦 對啊 你看看 之前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我有一個朋友 就是以前拍戲的工作人員 他每次工作的時候 他們都有一些韓國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送便當的那個韓國 裡面是放那個辣 就是那個蛤蜊燈 對啊 就是我在乾不好的時候 我媽就會去蒸 蒸那個整個辣 對 蒸就把它蒸成... 有效 那古早法 我那個朋友推大好 加點薑絲就好了 也不要加鹽 所以小孩說那個還可以 眼睛黑白充 對 而且那個喝 其實真的就是精神會特別好 我覺得就喝了一個禮拜 然後喝了就是真的甘子素也有控制 然後也就是 而且它是營養素很好 然後最近我朋友 又從內地帶回來一個 它就是什麼甘寶 然後很厲害 這樣子一片喔 這樣一片六千 那是中藥嗎 中藥 那感受怎麼樣去啦 我有吃 有一次就是我一群朋友 就說你這個真的送太貴了 我覺得那不然我們一起分享好了 我們就六個人 我們就一人一片嘛 一人一千耶 一人一千耶 對不對 真的 我們就一人一片啊 然後他就說要再喝酒前吃 然後吃了 真的 不會醉 真的怎麼樣 會醉 但是就是隔天起來不會包好 還是會醉喔 比較不會像以前這樣子的數量 是不是牛樟汁啊 不是啊 是芝麻醋嘛 牛樟汁啊 沒有 我有看那個中藥 他就寫什麼...反正中藥 很多什麼... 寶甘 不是 他不是寶 他就叫廣仔片 這麼多種有哪一個是有效的 來 基本上如果你一定要吃 保健食品的話 記得要吃 衛生署認證 小綠人的 這個最重要 小綠人有健康食品嗎 對 小綠人的有健康食品認證 這是最重要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一般來說 其實脂肪肝的病人 你就要讓他熱量能夠控制 減肥得當 把你的脂肪肝 因為現在脂肪肝是可逆性的 當你的瘦下來脂肪肝消失了之後 你本身的肝功能就會變好 那當然這些外面這些 補充的營養品 它本身如果有符合裡面的成分 給一些B群 一些飯酸 那本來我們就知道 肝是一個很大的器官 他每天做那麼多勞累的事情 他總要有一些好的原料來 那可能因為你飲食的關係 都吃到一些不好的東西 那補充一些好的一些營養品來說 對他來說是有幫助的 那基本上 當然還是要回歸到 一般你的食品方面 如果你吃東西 能夠多吃天然的食品 少吃一些香腸 臘肉 醃漬 燒烤的東西 然後多吃深色的蔬菜 多補充柑類的東西 其實基本上 其實多吃一下什麼芝麻 黃豆類的東西 其實這些東西 你知道飲食攝取均衡 對身體都是有幫助 所以如果照你剛剛說的 飲食攝取的這一塊 如果我們有做好 有吃健康食品 跟沒有吃健康食品 對於顧肝來講差異大不大 應該這麼說 如果你本身真的肝功能有異常的話 它或許是有幫助 可是如果你肝功能是在正常值 在標準的是以內的話 其實可能幫助不是那麼的大 因為本身你本來肝又是健康的 所以我們知道說 如果一定要吃的話 記得先去找醫生做個檢查說 看你的肝功能是不是真的不好 然後你可能買有認證 小綠仁的認證之後 可能吃了兩個月 三個月之後 再去找醫生去做檢查說 看你的問題有沒有變好 因為想說很多人 吃了一些來路不明的腰汙之後 其實不然沒有照到飽肝的作用 反而造成傷肝 那顯金顯湯可以嗎 對 基本上其實在小綠仁認證當中 有一款式它是有拿到認證的 所以說你要去看有認證 自己煮的有效嗎 基本上還是有效 可是重點是在於 你要吃到那麼多的量 量 不會抓量 對 你可能你的量吃得還不夠 那可能你喝太多的話 可能導致萬一夏天到了 你可能 也可能不一定 所以你的成分 有效成分可能沒有那麼高 那其他相對的可能又更大 對 那是不一樣 那如果以中醫的話 有什麼飽肝的飲品嗎 中醫說 所以我們吃一些 酸性的食物不錯喔 那我們就 然後這個葡萄 然後這個葡萄柚 然後我們這個 就酸性的食物 現代醫學發現 它是有一些有機酸 果酸 對我們的消化醫師 滿有幫助的 所以你肝比較不好的 容易火氣大的 吃一點酸性食物 當然盡量說 不要空腹吃太多啦 那中醫說 肝火一容易引動心火 叫心肝火旺 所以我們夏天 現在夏天台 可以吃一點這個葡萄柯的 苦瓜 絲瓜 菜瓜 煮水當茶喝 所以吃一點酸的 吃一點苦的還不錯 那我們介紹一個叫做 紅花陳皮 紅花陳皮 養肝茶 你剛剛是食材 現在是教你一個 重要的 好專業啊 養肝茶 然後大家買一堆養肝丸 請那個洪哥盡量少買一點 少吃一些 那這個我們裡面就是有 紅花陳皮 紅花是因為你肝不好的 火氣大的 容易氣製血淤 用紅花火血化淤 那陳皮就是因為我們 腸胃道的一些消化酵素 比較...可能因為重口味 吃冰太多 我們用陳皮來理氣消脹 那山楂 我們現在都吃很多 太多營養的肉類 我們山楂消肌化石 又可以預防動脈硬化 還不錯 那你可以煮水當茶 喝一天一壺 那我認為說 一個禮拜一次兩次 那是滿好的一個保肝飲品 所以你看 我們就這麼多年來 大家對於肝的一個 知識的推動 這麼多年了 很多東西 大家就迷失還是一堆 對 還是搞不清楚 所以如果以後還有人說 趕快我跟你講這個好啊 這個啊 大家就不要相信了 對 老神又傷財 如果說你的生活作息 保持一定正常肝就會好 對 祝福大家健健康康 謝謝 謝謝 更年期預報 你中了幾樣呢 如果你剛好月季慢了 三個月到六個月 但是你有更年期症狀 包含熱吵紅 心跳 晚上睡過好 看老公 看電視怎麼樣都不順眼 好酷耶 完了 我怎麼覺得我有 明天晚上八年 請你跟我這樣做 接下來播出 小宇宙33號 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小宇宙33號 小宇宙翹王爭霸戰 明星球是大公開 我跟那個艾力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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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那個艾力克斯